你現在聽的是圓網台 我是生食食術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當然我們可以有時間去大自然裏 我們除了鞋子在草地行走下 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這麼繁忙的時候 其實現在市面上已經是有一些接地器的產品 在我們的健康店 已經有很多的客人買回家 每天都可以接受到這個接地器的治療 接地器產品可以在我們陸創意的健康店 可以買到的 聯絡電話是28824848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歡迎收聽圓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和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 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的家人 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 袁醫生你好 Della你好 大家好 袁醫生今天幫我們說一下 對於在癌症、自然療法裡面 可以有什麼方法 雖然我們現在所謂的 生活是一個科技非常發達的時刻 我們每一個人的生活方面 都方便了很多 尤其是在醫療方面 其實有很多先進的工具 先進的科技出現了 但很有趣 這些科技似乎都沒有為我們人類 帶來更加好的健康 你會問不是 現在的人都好像長壽過以前 雖然很多地方 都是因為社會的進步 公共衛生設施的改善 和食物的充足之下 那些人無疑是長壽了的 但我也看到一個現象 那些人雖然是長壽了 但是那些人患病的情況 似乎越來越嚴重 不是因為我們年紀大 其實很多時候 年紀輕的人都是患病越來越高 那就是說患病是有一種 延然輕化的趨勢 我們看看現在的中國 有一個統計 有95%的中國人 其實是死於疾病的 不是自然無疾而終的 而有80%的人 是臨後一兩年裡面 因為醫療費用 用了很多錢 而導致那個 那些人破產的邊緣 也都因為家人有病 大家要幫忙籌請醫病 差不多是80%的家庭都經常發生 那在癌症方面 在現時的文明生活的地方 那些人大概是每三個人裡面 有一個人會患上癌症 而四個人有一個是死於癌症 就是癌症 可以說是我們死亡的佔25% 基本上可以說 癌症是我們的頭號殺手 高於心臟病和中風 有些數據是把心臟病和中風加起來 分開來計 你要看到 癌症是第一號殺手 首先要了解 什麼是癌症 什麼叫癌症呢 癌症是當我們身體 某些器官或者組織 有些不沉常 有不正常的細胞 不受控制地生長 和數量增加的病 正常的細胞 在我們身體 當然是不斷地生長 但主要是一種有規律 和控制的情況之下才發生 正常的細胞 不斷地生長 作用是代替了已經損壞的細胞 和修復一些傷口 但當細胞生長失控 或者成為一塊結塊的時候 這種囤塊 我就叫做腫瘤 但有些腫瘤 腫瘤通常是 留在開始的部位 就成長大 變大 但沒什麼走 我們叫做良性腫瘤 但當腫瘤 不單止在身體局部長大 而且可能侵犯或者破壞周圍的正常組織 而擴散到其他距離身體軟的位置 這種腫瘤 我們開始叫做惡性腫瘤 或者叫做癌變 就是因為癌症 但當惡性細胞 和原來的原發的腫瘤 分散出來 而通過血液或者淋巴 運輸到其他身體的其他部分 在新的位置成立 成為一個獨立的持續性癌症的時候 這種的抗曬 我們叫做癌的轉移 叫做Metalysis 基本上我們對癌的了解就是這樣 好了 簡單來說 有五大類的癌 第一種我們就叫做Casinoma癌 其實是一種結替組織裡面的 封閉上皮細胞的惡性腫瘤 但它會影響任何其他身體 任何國家 任何地方或者部分都可以出現 第二種叫做肉瘤 Sacoma 這種癌是來自下層的組織 當然也會影響骨膜 第三類就是淋巴癌 這個會影響人體淋巴系統的血管 和器官 例如皮脹、胸腺、淋巴結 第四類我們叫做白血癌 血癌 在血液形成裡面的組織 例如骨髓 大量以上的血細胞 產生並且進入我們血液裡面 就形成血癌 第五類我們叫做腦癌 以及水癌 這種稱為一種中樞神經系統的癌症 一般來說 我們癌症有什麼看得到的症狀呢 基本上癌症的症狀 一是異常地出血 或者外面 身體外面或者內面是異常地出血 第二 腫快和瘡是經常都不會好 第三 我們平時的小便大便習慣 突然之間改了 沒有什麼原因之下 沒有什麼解釋之下 第四 我們聲音變成沙啞 以及持續地咳嗽 第五 消化不良或者煙悄出現困難 第六 我們身體的油 或者小皮膚的瑕疵 大小 和外觀開始變大 當然 第七 沒辦法解釋 突然之間身體的體重是超瘦 好了 癌症的成因 一般來說 我們經常說有兩種主要的 一個是遺傳 我們已經找到不同的遺傳基因 單一地和某腺癌症的機率有關 另外一種 我們因為暴露很多子癌的物質 比如香煙的煙霧 X的輻射 核輻射 汽車的廢氣 有一種泵 那種泵氫的泵氫 那種泵氫的化合物質 以及紫外線 我都認為 這些都是導致癌的成因 好了 在我們治療裡面 我們經常有一種說法 其實病是怎樣來呢 這種病的成因 包括癌的成因 其實有很大原因 其實最主要原因是那個意念 消極的意念 是發現了 在癌的病人裡面 85%都是曾經有些情已結 有情感的創傷 之前在癌出現之前的時間 第二就是疫苗了 疫苗的注射 普遍是補給了很多 但是現在的小朋友 就是在一個很 一年半裡面 打成三十幾種疫苗 所以發現很多 新鮮的癌 也似乎已經看到 已經有成長增加了 第三就是抗生素 抗生素 不是只有醫生開放給我們吃的 很多時候抗生素 在我們食物的治療裡面 是很多的 所以抗生素 就很快入了我們身體裡面 是破壞我們身體的抗菌的 第四就是我們一般人的食物 是傾向於令到我們身體酸化的 酸的體質就容易偶病 我們叫做物先附而後重生 那麼很多時候 病是因為我們身體酸的環境導致的 第五就是我們重金屬 大家都聽過圓水 水喉裡面 始終這個是舊有的水喉 是一定圓的成分很高的 還有就是補牙的水喉 這兩種都是屬於劇毒的 但都是我們經常形容的 第四就是飲水不足牙 我都會喝很多東西 但我常常喝咖啡 喝茶 或是喝汽水 但真正飲清水是不足夠的 那一位伊朗的醫生 好幾年前曾經做很多研究發現 其實很多人的慢性病 很多時候是因為我們喝清水不足夠的 第四就是我們吃的食物是過分精煉 就是白糖白鹽白麵粉 可以這樣說 我吃的東西是其實沒有營養價值的 第八 我們一般人喝的水 和洗澡接觸的水 都含有兩種物質 這種兩種毒物來的 譬如菇和鹿 鹿是我們第一次世界大戰用來的殺人武器 和菇都是兩種很嚴重的刺牙物質 第九就是我一般人以為的 我們生活食物裡面很多化學物質 殺蟲劑、除草劑、很多添加品等等 簡單來說 這個可以說是引發一般疾病的九大因素 你看到是不見到 或者細菌、細胞、病毒等 但在癌方面我們看到 癌症我們所知道 其實任何慢性炎症癌 很多人的慢性炎症癌 都很多時候慢慢會變成癌 還有氧化的刺激 第二就是藥物 我們很多的化學藥物 其實都會有痣癌的因素 很多時候有些人 酸性的毒素 我們身體的食物裡面 會酸化我們的體質 環境的毒素 喝酒、吃煙大家都知道 壓力性的失眠 不是因為長期失眠 因為壓力有關 當然遺傳也是一種因素 還有就是營養 營養不足裡面 我們知道是缺乏基本的營養 或者缺乏有種維他命的維生素 比如維他命AC、D 也有些D 已經知道缺乏維他命D 對我們癌症很容易引發癌症 還有一些礦物鹽 譬如膝、鮮、Clenium 這些都是對癌 保護癌有作用的 基本上還有其他一些 譬如益菌 身體搶導好的益菌 身體的益菌 搶導有什麼益菌 就會有什麼健康 還有酵素 酵素不足 當然不良的飲食習慣 還有身體的免疫力衰退 還有我們的缺小運動 經常是狗座不動的生活習慣 還有B型糖尿病 很多時候 患癌的風險會大大增加 最後肥本症也是 你看到癌症的成因 其實都很多方面 還有一個 這個都很久以前了 有兩位社會學家 做了一個調查 他發現女性為什麼 乳癌會這麼高呢 因為乳癌是 其實是女性最常見的問題 原來 竟然是跟他們 習慣上 用胸胃有關的 他也發現 穿胸胃時間 越長的女性 他們的比例上 乳癌症是乳癌越高 其實現在我們在 這裡都開始明白到 因為胸胃是 固埋我們乳房周圍的 臨胎液 臨胎液是一種排毒的器官 所以也會導致在這裡解釋到 為什麼呢 長期穿戴胸胃的女性 比例上的癌是越來越高的 時間越長就越來越高了 好了 遇到癌了 傳統的醫療方法 大家都了解了 用開刀、化療、電療 或者最近的所謂標靶治療 還有一些所謂的生物治療 比較新的 嘗試的工具 大致上 基本上都是 一是切、一是電、一是化療 這樣 但是呢 這個講來講是三四種 但原來在自然醫療裡面 過去經驗 醫癌的 是非常之多的方法 有紀錄 大概有剩超過350種方法 是有效地治癌症的 首先我們跟大家介紹一下 哪幾種方法呢 大概背後理念是怎樣呢 大家都可能聽過 一位諾貝爾得主 就是阿托羅伯克 阿托羅伯克 是一個曾經拿了諾貝爾獎的 那他拿諾貝爾獎的得獎原因 就是他發明了 其實原來呢 癌症是什麼呢 癌症呢 是一個身體 在一個脫養 和酸化的身體環境 低養環境 我們身體的細胞 是企圖在這種的環境之下 生存是易變出來的 正如我們常常強調 密先負而後重生 其實癌症也是一樣的 在一個低養環境 和酸性的體質之下 我們就會出現癌症 這個理念其實很重要 因為從你知道癌症的成因 你也可以知道 如何去對付癌的處理方法 另外一位 大家很多人都聽過 就是那個部位 這位部位 這位部位博士 是德國的生物學博士 他曾經被德國政府委任 去研究一下 為什麼那些人的疾病 和飲食方面有什麼關係呢 他就發現了 原來我們的癌症 就是身體的身體退化 不單止癌症狀態 包括心臟病 其他一些慢性疾病 都是因為我們身體 缺乏那些好的脂肪關係 於是他就用了一種工具 他基本就是用一種 用茅屋芝士加上阿蚊子 混合來處理他很多很多的病 這兩個簡單的工具 加進去之後 他的成功率是高達80% 多方面的疾病 包括癌症在內 我現在看到這些 跟次後 我們發現有很多其他工具 都很有效 很多時候 我們就會把它加強 加強除了麻烤芝士 阿麻子油的基本原料之外 我們都會用一些黑小茴香子油 還有白耳子粉 薑黃粉 還有黑胡椒粉 這些是令到 那個氧化 我們的細胞能力 是更加加強了 另外一位科學家 一位意大利的 腫瘤科的醫生 Dr. Simocini 他發現 癌其實是一種什麼原因呢 癌是一種真菌 是Fungus引導的 是一種寄生蟲的 亦都可以在某種環境之下 那些真菌就會滋生了 既然癌是因為真菌而導致 他就說 如果能夠用一種工具 很簡單工具 是可以殺那個真菌 基本上可以治癌 他就提倡用梳打粉 即是梳打水 作為一個西醫癌症腫瘤專科 他就會用植物直注 直接注射下去的梳打粉 來治癌 他的成功率又非常非常高 好了 另外一位醫生 就是一位德國的Dr. Hamer Dr. Hamer 很有趣的 他是一個很有趣的歷史 他原來自己是一個腫瘤科醫生 有一次他的兒子 他的獨身子 就在一個游船 游船游泉河的情況之下 就被一位當時的 意大利貴族的年輕人 誤殺了 開槍誤殺了 他兒子當時死在他的懷捕之下 沒多久之後 他發現自己都出現了膏丸癌 因為這位德國醫生 覺得自己是一個非常非常健康的人 為什麼自己都會出現膏丸癌呢 那麼他開始感覺 咦 這個是不是很大機會 是和我們自己的 和他的情緒上的創傷 痛失、獨身子有關的呢 於是他開始想一下他以前的 因為他自己的腫瘤科醫生 所以他去看看以前的病人裡面的病歷 發現原來很多很多都是有這些情緒的創傷 情意結出現的 於是他開始重新檢討他的資料 他發現真的 原來他們都有這種情緒的創傷的經歷 而且他不僅是這樣 他可以發現用一個電腦素面 是直接可以看到大腦素面裡面 是看到有一個陰影在那裡的 而同時他發現 在腦袋的大腦素面看到一些東西 以及身體器官是不同的器官 都相應過情緒的問題 當時看什麼情緒的問題 刺激之下有相應的疾病的位置 那就是說他發現這種方法 他可以由情緒方面去了解到 然後身體會什麼情緒會產生什麼癌症 他可以用X光在腦部可以看到的 同時他就發現相應的部位 都會產生癌的突發 那就是說這個從我們剛才所說的 其實癌其實背後是很多很多情緒的刺激的因素 是很對的 那當然他就用一種了解了 讓病人了解明白了他自己的過去情緒的創傷 而導致他的癌從而由情緒的開解 是幫助他們治療這個癌症 好了 另外一位對癌的很出名的醫生 他本身是一位牙醫 是一個整牙的醫生 他在70年代自己患了胰臊癌 那麼你知道了 胰臊癌是差不多在現時醫療的西醫治療之下 100%死亡率的 結果他都知道這一點 他就知道他一定要另外找的方法 醫治自己的癌症 結果他就開始去研究 然後發現了 其實癌的成因可以說是 一種身體的一種細胞 一種伸直的細胞出現異常的位置 我們個人都是有生殖細胞 在胚胎成形的時候 身體的細胞開始分化 分化之後他就會去身體不同的地方 譬如有些成為一個心臟 有些成為一個肝臟 有些成為生殖器官 這些細胞在大家所謂叫做分散走位 去聚合的時候 很多是遺留在身體的不同的位置 而當我們身體在成長過程裡面 我們身體這些細胞就會 企圖自己想成為一個胎兒 但在健康的人裡面 如果我們身體的荷爾蒙足夠平衡 以及我們身體的活力 活性的移動酵素救 我會將這些企圖成為胎兒的細胞 將它消化了 我們就變成不會出現癌症 但當我們身體的荷爾蒙失調 比如女性滋激素比較上激發出來 還有我們身體不足夠的荷爾蒙的時候 我們就會出現這些所謂癌症 所以可以解釋到 其實為什麼癌呢 很多時候是不會被發現的 我身體醞釀了十幾二十名之後 才會出現 會馬上說癌 然後有癌症 為什麼呢 因為它是我們身體細胞來的 是我們身體本身的生殖細胞 所以它本身是應該在這裡的 所以身體對它不會有些警覺性的 往往它大到 即是直接影響我們身體內臟的時候 才會出現出現那個問題 其實提出這個理念的解釋 是一位愛丁堡大學教授 成一盤延前的 一位Professor John Baer 他發現了其實這個癌症的成因就是這樣 於是他也建議處理方法 他就用那個癌症酵素的 其後呢 有另外一位耶魯大學的退休教授 是Howard Baer 即是不同人物來的 他也證實了 那個癌症酵素裡面有兩種的 那個癌蛋白酵素 Tripsin 以及癌症蛋白酵素 是Chimotripsin 這個在癌症是一個非常之重要的 其實在治療裡面 他就會用他的大量的酵素 包括用清肝膽 排毒 清潔小腸、清潔鼻孔 碗腸水療、咖啡罐腸、清潔清腎 排毒 多方面的排毒 以及補充 營養的方面 以及是注食一種 即是他會關注某種身體的 不同的體質 食不同的食物類 食肉的體質 他就加上運動 在他那個過去裡面 他可以這麼說 行醫了 即是放棄了 不做牙醫了 他就開始做一個處理 用營養治療的醫生 在他三十幾年的行醫裡面 有醫了三萬三千個病人 其中有一萬個是患癌症的病人 他癌症其實好像糖尿病一樣 是一種新陳代謝病 其實可以用這些方法 他的治癒率是高達90-100% 這個很驚人的 當然他也是要包括病人 要跟得很足 另外一位 相信大家都聽過 就是國心療法 這位德國的醫生 早年就用他的方法 治療了很多很多很多的病 包括美期癌症在內 成功地把這些資料 集發了一個報告裡面 呈上給國會 接著他國心療法 成為一個非常多人採用的方法 因為中西的治療 比較低科技 比較容易去用 他通常用什麼呢 大致上六個方法 OK 譬如第一就是 食物方面 就是無鹽 飲食 補充一些甲 很多時候 你經常都發現 當個新陳代謝出現問題 甲會出現問題 你管理鹽分和水分的吸收 第二就是大量吃新鮮有機蔬菜汁 大量喝果汁 譬如紅蘿蔔汁其中一個 喝喝喝到你皮膚都變黃為止 食物方面 就是比較低脂小肉 還有吃多些全食蔬菜 限制蛋白質 他也有些補充方面 用甲上腺的補充劑 或者癫質之類 還有一個就是他很有名 就是咖啡灌腸 我相信在大家研究這方面的人 都明白到他這個方法 另外一個就是同類療法 同類療法 可以這樣說 是我常用的治癌工具 同類療法的始創者 就是Dr. Samuel Hahnemann醫生 他可以說同類療法 是一乘二百五十個歷史 是屬於全世界第二大醫療 使用的國家人數很多 同類療法是屬於一種 醫療的原則 同類相似的原則 我們中國人是一種 以毒攻毒的概念相似 但他是比較廣泛的 同類原則醫病 他用的藥是非常稀釋過的天然物質 比如植物方面 抗物炎那方面 以及甚至動物 毒藥都好 他都是用那裡取藥 但當時他是一個 經過特別的處理稀釋 而且我用藥 都是強調 藥是越用得越少越好的 就是不要大西良去用的 所以我覺得是一種 全世界最安全最有效的 以及最合乎經濟效益的 很多時候 為何我會覺得 我自己用到同類療法 是一個很重要的工具 因為始終 我相信大家有些經驗 我們很多病人 臨到找我們的時候 其實很多都是垂死的嚴重病 甚至乎吃東西都吃不到 所以我們很多時候 唯一這個情況之後 我就會採用同類治療 當然同類治療的手法很多 有時候我們會 似乎那個病是什麼病 哪一種癌症 哪一種體質 以及過去有什麼病歷的歷史 我們去應用的 讓大家簡單去看看 其實同類療法 有不同的療劑 是應付不同的致癌的原因 有些是因為吃煙引起 有些是因為手術開刀之後引起 也有些癌症 是很明顯是打了嚴肥脂肪 才出現的 從此癌症的體質跌得很厲害 也有創傷或者悲哀 或者傷口慢慢勾出來 其實我都有不同的 同類療法的療質 療劑 就看到很多人因為身體 癌症之下 身體非常虛弱 你看我們幾多 差不多過百種療劑 是過去成功地處理過的 當然有些人因為化療 食肉不佳 或者接著有肝癌 接著有黄膽症 或者是輻射之後 電療之後出現後遺症 你也看到 我都有很多這方面的 不同的處理手法 好了 因為時間關係 給大家 有一種 你知道其實我們是有很多 很多的工具 例如肝癌 這方面 腸癌 乳癌 你看看多少 很多很多療劑 膏丸癌 乳臟癌 乳臟癌 你看很多很多療劑 這療劑 這療劑也是顯示 他們成功去治療 那個臨巴肉柳癌 血癌 肝癌 肝癌 是很常見的 肝癌這個問題 肝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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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腦腫瘤 肝臟腫瘤 骨髓癌 骨髓癌 轉移的 這些全部都是有效的方法 好了 最後我們也介紹一下 另外一位 是一位叫做 Dr.Royal Rife 這位 因為他不是醫生 是一個科學家 他早年發現 他有一個 可以用一個 起眉鏡 這個起眉鏡 是可以看到癌細胞 以及病毒 就是 那個看法 是比一般的起眉鏡 甚至乎 我們現代的 起眉鏡 更加深入 他只是用光 他不需要用 不像電子起眉鏡 標本要製作了 之後才能看到 他不是的 他只能活生生看到癌的活動 接著他配合 一個頻率的儀器 他就可以用頻率的治療 然後把癌的細胞全部殺死 OK 他在大概1934年那段時間 南加州大學給了他16位 是美其癌症的病人 給他醫治的 因為他處理了一種新的工具 他一定要有一個合理的方法 所謂叫做合理的方法 未有證實的 所以我們只能夠給一些 我們也不能治療 救不到那些給你治療 他竟然在幾個月之內 4、5個月之內 令到美其癌症100%好完 你可以看到那個厲害的地方 還有一個 就是高溫療法 高溫療法 我在德國是常見他們使用的 原來我們知道 身體的發燒 身體的體溫 如果你能夠令到他高到39.5度 其實所有癌細胞都會被殺死 這個是非常常用 見到的工具 好了 離不開的醫食同源 其實我們很多都知道 我們的身體的癌 不單是可以在食物裡面 令到我們不會那麼容易生癌 可以預防 其實我們都可以用食物 治療不同的癌症 所以在我們的治療裡面 其實工具是非常之多 但是很可惜 相信大家都有機會 遇到的時候 我們通常 我們治療的癌症 其實我有五大癌的特徵 第一就是癌是細胞缺份 引禁 第二就是因為身汁酸性過多 第三就是毒素過多 以及免疫能力弱 身體也缺乏某需要必定的補充劑 所以在癌裡面 我們基層的大手法都是 遇到免疫能力 不同的程度去排毒 用體質水療 碗腸、咖啡罐腸、清肝膽 這些都是很重要的 而且是不同的手法來過癢 用臭癢、溶腫水治療 當然酸鹼方面 我們都用陳醫所說的梳打粉的治療 用梳打粉去簡化我們的身體 以及我們必需要的營養補充劑 這些都是的 但是我們始終 大家都發現 我們面對的病人裡面 我們要克服五種很重要的障礙 第一就是癌的本身 我要治療它 第二 很多時候我們病人 已經吃了很多其他的藥物 搞到很多輔助 我們都要處理的 或者病人都已經進行了很多 有傷身體治療的後果 也要處理的 但是當然 很多醫療的保險 對我們自然的醫療有偏見 很多時候是不會鼓勵 也不會推揚 但最後最大的問題 我們病人 對我們的健康 自然健康和康復的 很多錯誤的觀念 往往成為我們很棘手 很難遇到的 所以我們怎樣 有機會遇到癌症呢 其實我們都有四個很重要的條件 第一 病人的積極態度 病人本身要真的很想 很明白的 第二 家裡就不要要有些人支持 因為病人都病到差不多的時候 他身體已經太差了 很難 叫他自己一個人可以面對得到的 第三 第三 當然有專業的人 有能力的 懂得醫癌的醫生 但當然最後 就是配合他的合作行動 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才有機會 將一些癌症 可以處理得 成功地治好他的 好 我們今天 只是和大家分享這些時間關係 好 多謝袁醫生今天我們的分享 我們今天的時間都差不多了 如果各位有些急切性的問題 可以打以下這個電話 和袁醫生做一個會診 電話號碼是2577-3798 而在海外的聽眾 也可以透過Skype 和袁醫生做一個網上的會診 可以E-mail到 cssatnaturalhealing.com.hk 如果想重溫我們的節目 可以上我們的網址 3.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搜尋 自然療法與你 就可以聽回我們的節目 好 謝謝袁醫生 拜拜 謝謝大家收聽 拜拜